料多味美又能讓身體涼快的剉冰 搭配愛玉仙草 吃上一口整個暑期全消 擺滿整多的食材 讓剉冰看起來美味可口 不過這麼美味的剉冰 糖尿病患可不能隨便碰 因為來上一口糖分就立刻暴增 因此營養師特別調配這種低糖剉冰 讓糖尿病患者也能消暑一下 吃起來的口感 你不會想像說它是沒有加糖的 就是它比想像中的還好吃很多 而且它這個材料的口感 它煮的就是非常的恰到好吃 就是即使它沒有加在糖水裡面 感覺也是很好吃 醫院統計夏天的門診中 有不少糖尿病患者突然血糖升高 都是因為無法抵擋高糖量的剉冰 武器教學醫院的營養師就表示 支持患者不一定不能吃冰 只要掌握剉冰裡頭食材的選擇 避開澱粉類的綠豆 紅豆等 改以愛玉仙草取代 並以代糖取代糖水 透過各種代替品 一樣能吃得清涼又健康 糖尿病患它在吃冰的時候 其實料可以很多沒有關係 可是最主要還是要慎選 比如說像愛玉啊 仙草啊 蒟蒻這些 其實沒有泡過糖水的話 它都是可以吃的 因為它不太會像到蟹糖 那其他的料比如說像是芋圓啊 還是說那種芋頭 地瓜這些 其實只要適量就可以了 那其實你的冰也都可以很豐富 那糖漿的部分我們比較建議 如果它真的很喜歡喝甜的的話 它可以自己自製糖水 比如說它可以先叫老闆先不要加 那它回去可以自己用代糖做成糖水 淋在上面 或者是它可以像我們剛剛用 那個零肉就是淋熱量的可熱 淋在上面就可以了 營養師也提到 當季水果雖然新鮮 但糖分都過高 只能少量食用 油脂類也要避免攝取 不但減糖也減少熱量 糖尿病患者了解食物特性和分類後 也能夠大口享受剉冰 記者中文會一台中場報導